被小瞧 面对楚清禾所言 几女均是流露出几分恶然之色 反应最快的水母音机思绪流转间开口道 你的意思是蒙翅行 楚清禾诞生道 目前看来是了 从这几天周围暗中监视他们的人来看 旁班等人对楚清禾这边明显尤为关注 甚至于今天他们没有出门时 都有一个生面孔充当殿小二 在这院子外面晃荡 以此前两次接触 对旁班和赵敏等人的接触看来 在上一次楚清禾姓子林内 展露了一些实力后 应该不至于新大道 对自己这边置之不顾 随后 楚清禾摇了摇头道 算了 反正明天也能见面 不来的话也省事 若是白天大元国的人过来还好 反正下雨天打孩子 闲着也是闲着 可现在都大半夜了 明天还得一大早起来看戏 现在要是蒙赤行以及旁班等人凑过来了 楚清禾反还有点不愿意 只是在这玩浪人杀后连续三把预言家被第一轮出局后 楚清禾却忽然变得希望蒙赤行几个人这个时候来了 至少能找几个沙包出出气 完了一会儿后 像是想到什么事的 屈飞烟忽然看向楚清禾问道 公子 明天就是北少林举办这武林大会的时候了 但直到今天上午 我和小钊 林姐姐出去买早点的时候 都没看见有什么江湖的势力进入这眼周城 听到屈飞烟这话 水母音机略显差异道 直到今日都还未有江湖势力进入眼周城 屈飞烟肯定地点了点头 见此 水母音机看了一眼屈飞烟后问道 几日前你去北少林的时候没发现问题吗 面对水母音机所问 别说屈飞烟了 就连联星脸上都是流露出几分不解 见几女都没有明白 水母音机摇头道 武林大会这样的事情 你觉得若北少林是东道主的话 排场如何 屈飞烟想了想到 现在大宋国中 就只剩下北少林一个顶级势力 而且从这段时间 这眼周城和那少林里面敛财的情况看来 北少林财富绝对不会少 按理说 应该排场会弄得极大 从而显示出北少林 说到这里屈飞烟像是反应过来似的 没有继续往下说 而是惊讶道 对呀 若北少林要举办武林大会 只怕前几天就应该开始为这武林大会做准备 从而开始布置了才对 说着 屈飞烟看向水母音机道 难道说 北少林根本就不知道这武林大会的事情 一旁的联星不解道 但此前那白小生给解复信息里面 不是说了 这月十五 大宋国少林举办武林大会 邀大宋国群雄精选武林盟主 同欲外敌吗 楚清和懒声道 白小生说的这消息 只是说了 北少林会举办武林大会 又没说 这武林大会 是被动举办还是主动举办 这话一出 吉女哪里还不清楚各种情况 林世音愕然道 也就是说 这武林大会 本身就是将大宋国各个势力 吸引聚集到北少林的骗局 北少林都不清楚这一件事情 楚清和淡淡地恩了一声 作为回应 从楚清和这边得到确定后 林世音面露思索道 要确保将北少林被蒙在鼓里 事先有了准备的话 消息就一定要封锁 不让北少林或是大宋武林 提前知晓 这里面有问题 这一点倒是不难 难得是同时还得保证这武林大会开展前 那些江湖势力不能提前进入到这眼周城里面 否则的话 这眼周城里面那些巡逻的北少林弟子都会察觉到不对 从而将消息通报给 北少林那边 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 对此 一旁的屈飞烟叹了口气道 这又有什么难的 根据各个江湖门派距离北少林的距离 算清楚了角城后 分别将这些英雄铁发出去 就能确保各个势力赶到这北少林的时候 时间相差不大 中间再安排人事先盯着一点 若是有赶路比较快的 中间随便找点源头 拖延一下时间 然后就能将各个势力赶至北少林里面的时间 控制在同一天里面了 按照屈飞烟说的去思索了一下 林世音发现屈飞烟说的这方法的确可行 对此 林世音不解道 既然如此 那白小生是如何提前这么久 便知晓这些事情的 文言 楚清和漫不经心道 说明了参与大元国这一次 针对北少林事件的 也有白小生的人 四大元国都有白小生的人 到底还有哪一个国家 没有白小阁的眼线啊 楚清和摇头道 说不准 从这一次的事情看来 白小阁在大宋国 以及大元国内的情报网 不会比大明国中的少 至于大唐和大秦那边 估计也就是一个强弱的问题而已 对此 林世音叹气道 难怪公子会如此特别在意这白小生了 这白小阁的情报网 的确是让人惊叹 听着外面耕夫打耕的声音 楚清和徐徐开口道 行了 明天还得去北少林先找个不错的位置 还是早点睡吧 说着 楚清和便慢悠悠地向着房间里面走去 看着楚清和的背影 今天突破天人静初七 此时正一心想着 要报答楚清和的水母音机 含笑间聊聊几句 便结束了今晚的排局 而当吉女回到房间里面不久 便相继感受到了 此时水母音机那真元的波动 面对这一幕 连心不禁感叹水母音机的情分 明明今日才突破到天人静初七 可现在竟然还需要熬夜修炼 若是换了她在这夜深之时 和楚清和独处一世 哪里还会有心思修炼 只怕都恨不得搂着楚清和一动不动 静静地享受着 拥享楚清和的快乐了 一时间 连心忽然觉得水母音机 多少有那么一些抱殿天物 然而 就在连心心中感叹时 此时的连心耳边忽然听到了施主 请自咒二字 从楚清和 以及水母音机所在的房间里面传来 而且声音还像是水母音机的 只不过不同于往日的甜美 此时这声音里面还带着几分装素的口吻 这声音引得连心不禁心中轻疑 可仔细听了一下 连心却又什么都没有听到 见此 连心不禁摇了摇头 怀疑是不是换听了 毕竟无端端的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话从水母音机和楚清和的房间里面传来 15 宜安葬 既出行 相比起昨日 今日的天色更为的阴沉 乌云黑压压的覆盖在这一片天空之中 隐隐还有着冷风呼啸 明明已经是临近五时 可偏偏 这暗沉的天色给人的感觉却像是才尘石出一样 然而 就在这天色依旧暗沉之时 一对对的人马此时竟然是相继地进入到了眼周城中 等到稍作歇息之后 又是快马加鞭的向着北少林赶去 此时 在这半日之下 此时这北少林的山门下 已经是聚集了数十个武林门派 只是全部都是被拦在这法华峰的山脚之下 距离那少林山门有着数十丈 稍显隐秘的高崖之上 距高林下 看着那法华峰山脚下的一众武林门派 在跳幕 看向远处那些明显还在向着北少林赶来的队伍 林诗音叹了口气道 果然 和司徒姐姐说的一样 大宋中这些江湖势力 竟然都被控制在这一天内赶往北少林 林诗音的声音刚刚落下 小赵略显不解道 公子 按理说想要成为武林盟主 实力的要求 至少也是达到了大宗师境的舞者 那些寻常的江湖势力 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武林盟主的位置 为何还要上赶着往这北少林赶过来 文言 楚清禾诞生道 自然是因为利益 仿佛知晓吉女不能够理解 楚清禾许许解释道 江湖虽然和官场有很多不同 但人心相弱 人情世故都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一个武林盟主的出现 代表着明面上有着号令整个大宋国武林的资格 若是能够和武林盟主交好 未来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得到一些便利 而这一次 按照白小生所述 大元国给这些人的情帖里面 决选出这一次武林盟主是为了能够抵御大元国 保卫大宋国 占据了大义 决选出武林盟主之后 正常情况也会商量应该如何对付大元国 甚至葛蒙各派需要出动多少的人马等等 而涉及到两国的冲突 自然有相对安全一些的和相对危险的区域 若是能够驻守安全一些的地带 遇见危险的可能性低 还能够赚到不少的名声以及好处 而若是被分配到一些危险的区域 一旦出现问题 搞不好整个门派搭进去都有可能 这样的情况下 除非对于自己的名声不在乎 否则的话 谁不担心自己所在的门派稀里糊涂 就被当作了挡箭牌或是替死鬼 换了你是一个势力的掌门 你会不会不来 去飞烟撇了撇嘴道 这样的情况 谁敢不来啊 万一被敌对势力算计了怎么办 说归说 但通过楚清和这一番话 几人也理解了 为何明明这武林盟主决选的决选 和寻常门派无关 但这一些人也会来了 然而 就在这时 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 楚清和忽然微微侧过身子 紧接着 在楚清和身旁的水母阴姬 以及连星 同样相继察觉到了不对 纷纷转过头 几夕后 在几人的视线之中 几道身影快速地运转轻弓身法 从楚清和等人后方的一路往上 直至行制到楚清和几人所在的这一处高牙 不是赵敏和玄冥二老 又能是谁 而当登上这高牙上 眼眸青苔看着此时前方的楚清和几人时 赵敏大大的眼睛之中 金光青闪 同样 看着此时出现的赵敏 以及玄冥二老三人 水母阴姬及女则是面带差异 少请 随着赵敏步伐略显轻快地走到楚清和几人身边 视线先是在这周围扫了一眼后 赵敏才是将目光重新放在了楚清和的身上 虽说此时在赵敏的眼中看来 楚清和以及水母阴姬几米的相貌都是易了容 但此时再一次看着楚清和几人 尤其是当视线落于楚清和那近乎于完美无缺的俊美面容上时 赵敏心中依旧不免有了几分失神 随后再次付匪一声楚清和几人的无耻后 赵敏脸上微笑道 果然和敏敏料想得不差 赵公子和上一次在光明顶一样 看戏时依旧能够选取到上家的位置 面对赵敏所言 楚清和轻轻笑了笑道 郡主也是不差 竟然能够猜到在下所在的位置 赵敏含笑道 这法华风前锋 也就此处既能够观看到这北少林的山门 又能观察到周围的情况 赵公子又不打算参与北少林这一次事情 可又不离开 看戏的话 自然是在这一个位置最合适 听着赵敏所言 楚清和轻笑道 这样说的话 这位置的本应该是大元国的人先站着了 赵敏笑容不减道 赵公子愿意看戏 敏敏自然不会让人打搅赵公子的雅性 将赵敏这话收入耳中 楚清和视线在赵敏身后的玄冥二老轻轻扫了一眼 注意到楚清和的视线 赵敏身后的玄冥二老忍不住后退半步 几乎本能地运转了体内的真气 一副如林大敌的样子 感受到身后玄冥二老的反应 赵敏沉吟了一下后 看向楚清和道 说起来 敏敏还从未见过像赵公子这样谨慎的人 明明实力高绝 可偏偏却喜欢用毒 这样的手段 不觉得会有失身份了一点吗 知道赵敏说的是 自己前面两次给旁班下毒的行径 楚清和面色不减道 若是前面两次便直接动用权力 怕是郡主以及摩尸 便不能安然地在这北少林周围了 在下手下留情 怎么在郡主的身上 却感受不到半点的感激 闻言 赵敏轻轻挑了挑眉 但立刻回应道 也是 算起来 敏敏的确是要感谢前两次赵公子的手下留情 见赵敏这竟然毫不犹豫地道谢 楚清和不禁瞥了赵敏一眼 脸后反应快 不得不说 论心智城府 赵敏的确比起寻常女子强出太多 随后 楚清和缓声道 在这样的关头 敏敏郡主却是亲自过来 暗中陪着在下看戏 摩尸也舍得让郡主这样以身犯险吗 面对楚清和所问 赵敏开口道 赵公子此前都已经说过 这一次不会参与我大元国和大宋国之间的事情 家师和敏敏自然信得过赵公子 自然无所谓以身犯险这样的说法不是吗 听着赵敏此言 楚清和轻轻笑了笑道 郡主也无需继续试探 在下说过 这一次不会参与大元国和这北少林的事情 自然不会食言 声音入耳 赵敏脸上笑容不禁浓了几分 转而不再多言 不过 就在赵敏刚刚想要收回视线时 赵敏的视线却是在水母阴姬的怀中停留了一瞬 看着此时趴在水母阴姬怀中呼呼大睡的小家伙 赵敏不禁被这可爱的小家伙弄得眼中一亮 但看了几眼之后 赵敏又是不禁将目光放在楚清和的脸上 视线在楚清和脸上倾挪时 眼中不禁带着几分疑惑 此前赵敏等人距离楚清和远也就罢了 可现在赵敏和楚清和几人相隔的距离不过寥寥数步 可这样的距离中 赵敏却未能从楚清和以及水母阴姬脸上甚至搏梗的位置 找到有任何戴着人皮面具易容后的痕迹 怎么看 楚清和几人的面容都透露着自然的感觉 这是什么易容术 怎会这般毫无痕迹 与此同时 在这北少林的大雄宝殿之中 数十名僧人聚集在这大雄宝殿之内 每一个都是面露茫然着急之色 每一名僧人身上都是披着红色的袈裟 并且年岁不浅 一看在这北少林之中便身份不低 就在这时 一名看起来六十余岁 面容已经有了明显老太的僧人 从这大雄宝殿的一侧缓步走近 相比起其他僧人 这一名老僧身上的袈裟上 皆是留有金线缝制的万字佛印 且袈裟上还有一些宝石镶嵌 正是这北少林中 唯有方丈才能够穿的七宝袈裟 自然 此时这名老僧的身份也就水落石出 正是北少林现任的方丈 大宗试镜初期的高手 玄慈 看到这老僧 大殿之中的其他僧人皆是公身行礼 参见方丈 面对这一些僧人 玄慈轻轻汗手示意了一下后开口道 外面情况如何了 一名老僧回应道 回方丈 根据山下弟子统计 现在已经有37个势力聚集在山脚下 而且根据观察 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势力向着我少林聚集而来 军师拿着请帖说是要参加所谓的武林大会 在这僧人落下后 其他的僧人也相继出声 可我少林从来就没有说要举办武林大会 更别说发英雄帖了 今日的事情怕是有些蹊跷 是啊 拿出来的理由还是为了抗击大元国 决选武林盟主 现在大元国和大宋国相安无恙 边境又有丐帮的人镇守 大宋无忧 何来的抗击大元一说 听着面前这些僧人所言 玄辞摆了摆手 注意到玄辞的动作 其他人皆是安静了下来 等待着玄辞发言 对此 玄辞开口道 玄德 你先安排下去 领一些弟子临时在后山划分出相应的比武场地 无需太过麻烦 并且根据前来的门派准备好相应的座椅 说完 玄辞又看向另外一名僧人道 玄冥 你带一些弟子下山去接应后面上门的一众江湖势力 将他们带往后山 顺便准备好茶水点心 在玄辞接连的吩咐下 其中一名僧人忍不住道 方丈 这一次武林大会的事情明显透露着古怪 方丈你这是 面对此人所问 玄辞徐徐开口道 正是因为各中有古怪 所以才顺势而为 正好看看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 对于玄辞所言 其中一名僧人开口道 可是 这样的话 不是正中 暗中推动这一次武林大会的人下怀吗 对此 玄辞缓声道 不错 所以我们也得需要感谢一下暗中鼓动这一次鼓动这武林大会出现的人 却是无意之中帮了我们的忙 嗯 此言一出 这大殿之中的一众僧人皆是愣了一下 没能明白玄辞这话的意思 我讨议是 我讨议是